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台是我們的BBH0007的爹馬警車 然後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配件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配件 有四顆輪胎 還有四個輪蓋 還有椅子 補助輪 還有後照鏡和暗化器 還有遙控器 充電器 多明書 擋風氣和方向盤 這款的話輪胎我們有分前後輪 還有前件包 我們有幾個墊片 可以看一下 我們車頭的話它越這裡比較薄一點 所以我們裡面要加一個墊片 然後我們這個比較平一點的 後輪這裡比較平一點的地方 我們是前輪的部分 然後外面再裝一個墊片 我們外面再裝一個墊片 然後我們這裡 明天包裡 還有羅帽 然後就可以用我們套筒工具 我們都會附個套筒工具 把它鎖緊 鎖緊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後輪 它會有一個六角形的內卡 可以看一下 我們後輪的話是越有裝馬達的部分 越有裝馬達的部分 插進去 然後一樣 我們外面 裝一個墊片 會裝一個墊片 還有羅帽 但是這個後面的話 約是兩邊的 單鎖一邊的話 它會鎖不出去 所以我們兩邊一起裝 一樣 一個墊片一個活塊 然後我們兩個工具 一左一右 順時針 正反爪 它這樣就鎖緊了 它就鎖緊了 然後再來千輪 裡面一個墊片 外面再一個 還有輪帽 再來是我們的輪蓋 輪胖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呢 我們總共有三顆螺絲 然後對應的話 是我們三個洞 有沒有 三個洞 把它鎖進去 每一個輪胖公司 會有三個點 都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好 再來 我們輪胎都縮好的話 我們後面還有個輔助輪 我們後面都有輔助 可以看一下 這樣鎖緊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正面的地方 它一開始的話 電瓶一定是沒有接上的 我們的 紅黑線 這個對接 對接 對接 它就能過電了 就過電了 然後我們的 移植 那這款是羊點式的安全帶 然後左右邊 都有它的鎖孔 我們擦一下 然後它會有兩個 較長的螺絲 有 較長的螺絲 我們把它鎖比較 但不要鎖到太大力 有剛剛好 OK 好了 剛剛好就好 方向盤的部分 方向盤的話 我們螺絲和螺絲 先拆開來 我們的話 它這裡會有個對接的 對接的 可以看一下 它 凸一點的對這個凹槽 點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它這裡 會有個六角形的話 它的螺絲就是對我們六角形的地方 然後線的話也盡量不要壓到 我們對準孔就可以鎖進去了 鎖緊就可以了 打空氣 打空氣 打空氣會有個電源線 有電源線 所以要裝的時候要注意不要壓到 我們在打空氣這邊 往下 要注意不要去壓到它的線 給它線比較細一點 然後這兩邊都會有兩個螺絲孔 我們把它固定緊 把它固定緊 然後最後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電源線 它這兩邊都會有一個電源線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然後它這個也有方向性 它這個比較薄一點的地方 是要插這裡的 可以看一下 上去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的野馬警車就組完了 我們這樣就組完了 我們這一台BBH0007的野馬警車 我現在開始操作 怎麼使用 我們前後鍵 對一開始遙控器要先對平之後 就不用了 我們前後鍵一起按 它會閃爍 可以看一下 我們遙控器會閃爍 然後我們電源打開來 閃爍停止它就對平了 然後P鍵是暫停鍵 小朋友怎麼踩我們是不會動的 S鍵是高低速 三個燈是最高速 一個燈是最低速的 然後左右前鍵和後退 然後這裡的話是電燈開關 可以看一下 警示0的 然後就是關起來 然後喇叭 音樂切換 還有計算模式 然後這個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電量顯示 我們的電量顯示 天紅的時候就要充電了 然後我們有模式 它的音樂切換這邊 然後這個V加和V減的話 是大小聲調整 然後這個是USB還 USB切換還有音源線 這可以接麥克風的 然後我們這裡的話 下面有一個充電 這邊會有個充電孔 下面會有個充電孔 對 然後我們這台車如果沒有 沒有人坐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活動的 但這個只要有一點重量 我們有點重量下去 它是可以卡住的 然後我們這台也是用2.4的安全帶 然後前面的話還有輔助人 然後後面有輔助人 前面有拉桿 它可以像行李箱一樣 然後我們爺媽緊張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爺媽緊張就介紹到這邊